HELLO 大家好,我是Heidi 在影片開始之前,我要先弄一弄頸 這個不是咖喱雞 無緣無故開機前很癢,兩下就紅了 我先塗一點Cream 希望在影片中段會不會太紅 好,我們回到主題 進來看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今天我們會說的是Cream Mask 一直以來我都有拍影片說說Paper Mask的用後感 以我印象中好像沒有拍過一段影片是說Cream Mask 的確我敷Cream Mask的頻率是沒有Paper Mask那麼多 也沒有敷那麼多不同種類 所以我總是覺得自己說Cream Mask的用後感 不是太中狠,因為試的實在是太少 但我知道Cream Mask他們有一班勇等的 既然我本身都有敷開一些 不如集中說說我敷那些吧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其實這裡應該不是我全部的Cream Mask 但最近用過的都是他們 不說那麼多廢話了,我們現在真的開始了 首先是一個Paper Mask 完全代替不到的情況 當我曬完,出去做完運動 或者逛完生日很熱很辛苦的話 回到家後我會立即敷一個金盞花凍膜 舒緩一下 我手上就有這兩款 Kiehl's和加丹尼爾的金盞花凍膜 雖然都是金盞花凍膜 但其實他們用起來都有些分別 所以我會根據不同的情況去選擇 加丹尼爾這個很清新 它敷的時候其實沒什麼特別 我覺得所有的Gel Mask都差不多了 我覺得它很單純地把舒緩做得很好 保濕度是中等的 所以當天如果我曬完 很熱的人很慶 單純是想舒緩的話 我就會選它 但有時候曬的時候很大風 覺得自己的皮膚扯乾了 我就會選Kiehl's的這款金盞花凍膜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不是完全透明 它的金盞花味是比較沉穩一點的 然後你會看到它一樣推出來是很Gel那種 除了舒緩之外 我覺得敷完還會有一種令皮膚柔軟 有一點補水的感覺 所以如果我那天曬完 回到家覺得很扯乾 很蠻緊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 然後再分享的是我手上這款 它是韓國品牌SSY的魚腥草Gel Mask 這款很好 一打開有個筆是加分位 然後打開裡面是一個綠色的凍膜 然後塗在手上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是有這些一粒粒的 不知道是不是傳說中的魚腥草呢 它的味道不是大眾會喜歡那些花香很舒緩 反而是偏向那些植物草本的感覺 我自己是不討厭的 跟著關於功效 本身是可以退紅 收毛孔 但我覺得最明顯是去黃和即時提亮 敷完之後你會覺得自己不是白了幾度那隻白 反而是趕走暗沉的感覺是很好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敷這個 我想剛才連上NG大約敷了10分鐘左右 你會看到它趕走黃氣 這邊是靜白一點的 再之後我想分享差不多質地 是Serenia他們的養生食材面膜 都一樣是比較偏透明啫喱狀質地 你不要以為我只有一包是手 其實我有很多存貨 我有這麼多包 不止這裡 我還有三包是不捨得拆盒的 它是有非常多不同款的 除了我手上這些普通 都是比較偏天然食材類的款式之外 每個月都會有新的限定味 但我手上就沒有那些了 而我最喜歡的系列就是他們的養生氣節 有分春分、夏季、秋季 還有應該接下來會有冬至的 以我自己用完的感受 他們普通面膜是比較針對性的 例如復活草的保濕、蜜糖的滋潤 還有這個雪耳是有點去角質的 用完之後是很滑的 然後關於氣節面膜 就是這些秋分、春分、夏季 我覺得是比較幫助皮膚適應 接下來這個季節所遇到的問題 是幫助皮膚調節 還有關於用量方面 我是熱愛超級無敵口膚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次性 但我知道有些朋友不捨得 他們都會分兩次的 他的包裝很有趣的 剛剛好撕到中間這裡 是沒有那麼容易一下子撕下去的 所以你可以撕到一半 然後因份量夾著它 下次再用的 然後我曾經試過用他們的觸探面膜 是我跟男朋友一起做深層清潔 因為我男朋友的臉太大了 所以是不夠他膚的 分享完一些膠狀的面膜 好 現在就輪到Cream狀了 我手上這個是Lush的Beauty Sleep 這個是我最近回購的 因為真的敷完之後很喜歡 它裡面是淡紫色的 然後是有少少泥狀的質感 敷的時候是很舒服的 那種味道是有些分衣醋 然後很放鬆的 再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些火粒的 所以順便可以做到它的質感 總之敷完它之後那一晚 我會好好睡覺 最近有什麼壓力都可以一掃而空 是很舒服很舒服的味道 敷完之後你會覺得皮膚很柔軟 亦都是網上風傳敷完它 會有白了很多的效果 在我身上我暫時在臉上還未覺得 但是我看到人家敷腳整個白了很多 所以這一盒我買回來最大的一個原因 我想大坨大坨敷在腳上 但是我又不捨得 所以放了這麼久我還是沒用的 我現在開了光之後 今晚我會敷在臉上 因為真的很想念它這個味道 之後就是這個 早前買一送一撿到寶的 Caudalie Creme Mask 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這個系列的保濕精華 這個Creme Mask我都很喜歡 它的Creme Mask質地 是非常容易推開的 你會看到是超級滑 有一點厚度 但是不會太焗的 它一樣都會有這個系列的清新香味 我經常都覺得它是像西友味 然後我的份量其實是厚膚 但是現在已經被我NG到吸收了 如果薄茶的話 大約兩分鐘我已經變透明了 厚膚剛剛是白色的 我再試一次給大家看一下厚的程度 我真的要做到... 看不看得到 我是由這種白色吸收到剛剛透明的 它是可以做到一個即時保濕 大約5-10分鐘左右 你已經感覺到自己是由光闊的沙漠 變成一個小小的綠洲 這個買一送一真的抵到爛了 再之後就是Origins 一個很有名的Drain Up Mask 寵恨完另一隻手這麼久 就不如到這隻手吧 我覺得它的質地一樣是很滑的Creme Mask 這個我小時候很喜歡用 覺得它的保濕很好 不會太大負擔 但是到現在的年紀 就覺得不太足夠了 它是做到保濕 但是太單純了 我會想敷完之後 多一點滋潤感 你知道啦 輕熟肌 還要加乾肌 要求就高一點點了 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會推介給一些 可能是未試過 比較年輕的小妹妹 你們想敷這個Creme Mask的時候 不妨可以試這個 但是如果大家已經去到 用很多東西都爛火純青的地步 我就覺得這個我們留給一些後沙背 最後就來到下一個Category 一些可以敷過夜的Mask 手上這個就是Little Stardust的N12 都不需要多說 用量是可以證明到一切的 我真的畫完之後 都只剩下這麼多 總之呢 我就是一層超級厚 然後大約等十分鐘左右 其實它已經沒有這個厚度 它是會吸收得到的 我不會單敷它的 通常都是畫一個車離子分量 放在瘦心 然後再加幾滴它的N10 Wonder Oil 然後再敷在臉上 首先它的味道是非常舒服 特別是皮膚不太舒服 開始跌鍋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方法去回春 我真的要再買了 12月 它們應該是有折扣的 我從它們的店主口中白回來的 N12用完之後 因為最近和DOTAWO合作完 我就很喜歡它們的Hydrating Gel 應該推出這條影片的時候 DOTAWO的影片已經推出了 它們是很滑的Gel狀質地 你會覺得它比起剛才的N12 是更加薄身 更加好推 它這個玻尿酸系列的保濕滲透感 真的不錯 還有最近轉天氣 大家有沒有皮膚粗糙 不穩定 然後有一點好像上出風爛 一粒一粒 但是又不是什麼不癢 不痛不癢 所以我也有很多對策 大家有沒有興趣去看 這些不穩定天氣 不穩定皮膚的時候 我究竟會用什麼 都一樣留言 我看看大家的意向 看看拍不拍 總之我最近真的很放心 去用DOTAWO這個系列 因為轉季的時候 我自己也很怕會有些爆發 而且最近吃東西又很不檢點 我已經喝少了酒 但是吃方面 對 我應該要解一解 來到最最最最後 就是來自Fresh的這一盒 每兩年都會買一盒 永遠都不會用得完 但是我不可以沒有它 說的是Fresh的Black Tea Ferment Over Night Mask 很厚身的Cream Mask 你會看到跟剛才不一樣的 它沒有那麼容易推 它的確是比較稠 比較厚的 所以日常用我都用不到 就是當我鼻敏感 真的痛得很厲害的時候 那天流鼻水可以流到一兩盒紙巾的時候 我晚上一定會敷它 平時不要暖敷 會真的焗得出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當有些突發需要的時候 它是救我一命的 它可以把脫皮的情況 由樹皮變成小雪花 都有脫皮的不會完全說 你從來都沒事 都是很滑 不可以的 但是的確是可以滋潤 把我脫皮的情況減到最低的傷害 我試過用凡斯林 用很多很滋潤的東西都不夠它那麼厲害 所以大家如果都有鼻敏感大脫皮的情況 你可以捨得的話 試這個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Cream Mask和Gel Mask 其實我手上應該會有更多的 例如後的Sleeping Mask 我買了回來還沒用 還有一些是 我記不起就真的少用 那些就不要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希望這支影片 亦可以給大家一些資訊參考 如果你最近很想買Cream Mask 很想買Gel Mask 得起這條癮的時候 這支影片都可以幫到你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早三點和星期日更早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我想說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其實今天這套衣服看起來平平無期 是不是好像衛衣 很普通 很UniClo 其實它是性感的 只不過大家看不到 我讓你們看看 這裡是開洞的 不行 我真的覺得這件衣服不可以這麼平凡 一定要在片尾展示一下 我才覺得很安心 我正在換衣服的時候 突然間記得頸部已經不癢了 雖然它還有少少紅 但敏感情況好很多 所以我要投資這支霜霜 它就是Cube的Body Butter 大家認住它